大家好 我是孫雲 歡迎收看三分鐘的視頻 今天點題是特朗普靠得主 給你一個問號 講講市場的情況 今天市場是帥哥的 早段曾經升幅收窄過 收窄到不足100點 不過下半場回來 又不同了 掉頭又增加升幅 一路加下加下 最後全天升500點開外 收24253點 升504點 成交增加了 昨天也不是太多 今天去到1264億 今天市場是帥哥 跟重磅股有關 很多重磅股都有不錯升幅 包括什麼呢 貢獻最大的對點數來說 就是友邦 以至匯豐 匯豐 上一派很慘的匯豐 今天都有不錯的升幅 帶動市場就升500點開外 好了 講回整個市形勢 今天的市場能夠做好 很大程度 比昨晚美股又升千多點 帶動環球股市做好 港股也跟上去 為什麼美國股市又升呢 回到點題那幾個字 特朗普靠得主 整個問號 原因就是 根據市場的解釋 美股很有力發威 跟特朗普的說話有關 特朗普就說 已經看到 正在講疫情 看到隧道盡頭的光 而且這些光不是一般 中國人說柱剛不是很厲害 有些光 又不是很強大的光 看到隧道盡頭很強大的光 之後疫情又再次轉出樂觀 大家如果記憶 早兩天還說得很恐怖 又是死十萬 二十萬 又多過一次世界大戰 甚至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的死亡人數 疫情20-30萬 早兩天還很悲觀 現在就轉回樂觀 特朗普這麼樂觀 加上有其他數字阻證 令到大家對疫情突然間覺得 好像控制一一柱 哪些數字呢 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 這兩個歐洲最強的重災區 疫情的數字 無論是新確診 死亡人數 在過去的 週六 週日 都好下來 即是沒有進一步加速 反而數字又回落 加上美國最強的疫情 就是紐約州 紐約州亦都出現這樣的情況 即是新增數字 死亡人數 都比之前減少了 甚至醫院的住院人數都減少了 這個大家覺得 哇 好像真是很棒 加上世衛又有說法 令大家對疫情更加信心強起 世衛說什麼呢 他說在新冠肺炎疫苗 以至治療藥物研發的過程 都會出現什麼呢 他形容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加速 很厲害 說得很快 可能會有疫苗 以至治療藥物感的口氣 當然 美國就升 以至全世界股市都跟著升 當然 金融市場的其他解讀就是信貸市場 因爵 美國聯儲局大量放水 就好轉 令大家對信貸危機的憂慮減少了 以至 不少大行都出來唱好 包括大摩 之前其中一個策略員 美股策略員叫Vilson 長期大膽有 但近來他都唱好 說現在美股的估值已經很便宜了 跟之前幾個月比較 所以 令到美股急升 衝上去 港股 亦都是 看到這個圖就是恆生指數圖 今天主要看這個圖 其他圖暫時不能夠提供 看到 今天恆生指數是爆升上去 穿之前這個浪頂 在技術上 出現一浪高一浪的走勢 因為這個反彈高點 穿了這個反彈高點 出現一浪跪一浪 高點來計 當然 低點也是 這是一個低點 這是一個低點 這是第一個利好現象 在港股來說 第二個 就是之前這幾天 出現一個類似下降的通路 旗刑就行 旗刑就行 旗刑來說是太長 五六個交易日 長了一點 下降的通路就短了一點 即是介乎之間 突破了這個 以當旗刑來說就很棒 突破了之後 量度升幅就蠻厲害的 這個到這裏 量度上去都還要很久 單看 以當旗刑就是西非裏的 正 一行真史上 都出現什麼聲風 形勢就好像特朗普所說的 熊市是否出現一個很強大的光呢 視乎特朗普這個講法是否靠得住 是否真的疫情控制得住 這個是不是真的控制得住呢 現在還要觀察 還有待考驗 第一 要說的就是 在特朗普講得這麼樂觀的同時 今天出來的西班牙數字又增加了 無論是新確診人數還是死亡人數 都是增加了 比周一的情況 換言之 之前一兩天的回落 是不是一個短暫性的回落 然後再重拾 升軌呢 或者起碼沒有之前一兩天顯示這麼樂觀 仍然很反覆的疫情 這個是會令大家關注 起碼西班牙疫情是這樣的 與此同時 另一些消息面出來的訊號 都是有些反覆的 首先日本 日本今天查一個地區 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包括東京 大阪都進入緊急狀態 這個當然不是一個好的消息 特別是香港和日本 距離那麼近 令大家更加會 對疫情有更新的想法 另一個跟香港人 即使地理位置距離不近 但是心靈上的距離比較近在英國 約翰遜 手上也進入ICU 進入深切治療店 而且進來的時候 我檢查一下他最新的情況 仍然是未出來的 此事換言之 疫情 他的病情 是仍然要受到的觀察 以及治療 這個情況也會令大家 對疫情 是否真的好像特朗普說得這麼好呢 有些懷疑 加上另一個 大家都很熟悉 特別是小朋友很熟悉 羅琳 哈里波特的作者 都會說自己 他懷疑自己都被中了 雖然他一直沒有檢查過 他懷疑自己中了新冠疫情 新冠肺炎 種種的消息 都會令大家會懷疑 究竟特朗普的說法 是否真的呢 這樣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令到市的聲勢 一聲勢之後 就會受到阻礙呢 特別加上 除了剛才說的消息 疫情消息之外 很多大的國際機構 歐爾大行都開始說 這個疫情 對經濟的影響 會有幾係 包括什麼呢 IMF 各機會 嚴重的 出現經濟衰退 向全世界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 這樣說 國際結算銀行就說 對全球經濟未來幾季 都有持續的影響 不是一兩季搞定 是未來幾季都有影響 加上摩通說 現在 CEO 國際知名人物 大蒙 就說 現在正經歷嚴重的經濟衰退 加上 類似08年的金融危機 總之整個形勢 都比較有頭痕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恒新指數 今天衝了 後市人民再衝 就視乎大市場人士 對剛才說 無論是消息面 有幾個最新疫情的 好像又升溫 以至大行的評論 會不會 聽完之後 會擔心呢 這兩個首先考驗 另一個考驗就是 去到 重要的阻力位 能不能夠突破到呢 如果突破不到 就可能再出現整股了 重要的阻力是甚麼呢 這個就是 3月12日 出現的下跌列口 就是24,657至25,140 這個其中一個重要的位置 當然再上一些 就 50天線 去到25,443 這個就是燃止上早 第一個關口 先看看 就是3月12日的下跌列口 會不會成為 一個阻力 以至 大家對特朗普 信不信得過的考驗 講到這個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